随着肘平王董显西州成为过去时 李四的摩帝也凯进了纯球四代 与此同时秦国也正式成为主侯 凯思了相动法战的新政策 虽然肘平王把七三一席里脱地给了秦国 但是经过西州默契的战乱七三一席 甚至是灌住很多地方 不禁顺慧眼中 而且还被熟人霸占着 秦人要是向镇里通知七三一席 那就必须大炮洗肉才行 所以后人在评价肘平王粉讽 秦小公这段李四的时候 有人就说走平王党就是个罪子 给秦小公开了孔头紫票 但是孔头紫票却为秦国争了名 祖侯这个名头对秦国来说确实很重要 秦小公也在大上祖侯的第五年 他为了扩大秦国的时机令堤 带领秦人在大旗散的一块 喜望人的土壤 不幸去世了 秦小公去世之后 继承秦国国际的是秦小公的儿子秦文公 秦文公继位之后他就死了 咱秦国现在也发展的不错了 而且咱现在还是个祖侯 但咱这个地方有点不太行 放肃实在是太卡了 配备上咱祖侯这个身份 于是他就大算钱赌 把秦国赌生由希望动落 由戏锤潜入 巴贝利秦川的观众平原 秦国赌生在秦文公 树上第一次董浅 进入观众平原 这对于秦国之后的董处 是非常重要的 在秦文公商务的第四年 秦文公就带着人 到了浅和和威和的脚灰地带 就四处上说的那个浅微子灰 浅微子灰 离秦人住险 斐子当年一向骂的地方不太怨 也是因为斐子在这块地方 骂一向的溜才有了秦 现在秦国比之前发展的好多了 当秦文公来到浅微子灰之后 他面回显著恨死感慨 文公说 像当年周天子把这块地方 放给了我的祖先 斐子才有了我们秦人 现在咱秦国也是主侯了 以后要入礼奋斗更上一层楼 然后还让负责占卜的酸了一挂 占卜的看了看浅微子灰 死者的环境 荣油硕死的笑了笑 然后把手机逃了出来 摇了两个一看 心话好得恨 以后就这儿 这条妹的恨 所以秦人在奏处弄喜金融馆主 景国占卜子侯 第一站的行赌城就在浅微子灰 这个地方的大概位置 就在现在山西森报警司西边那块 秦人麦克在相同法战的步伐子后 秦文公积位的第13年的时候 他做了一位大的决定 他在秦国兼立了四管制度 从此之后 这个位大的祖后国 编入了争国的国寺 干完这些秦文公决定还不行 于是在他继维的第16年 秦文公衰定秦军 大败了七三一席的习戎人 而且少在决把七三一董的兔弟 也由习戎人士长夺了回来 这个时候 七三一董和七三一席 都在秦人的时机控制中 但是秦文公行不黑 党年周平好给他把秦小公的兔弟 只有七三一席 所以秦文公就把大家来的七三一董 掀给了周天智 在秦人时机控制七三一席的兔弟之后 原本生活在这块地方的周人 就跟着秦文公昏 秦三那块的周园 那可是周朝的法园敌 死一块暴敌 又是有救的龙母爷传统 周人还是一中敌气的一家 根根都是中敌的好受 人家中敌也不惨仅刻了 目惨都非常高 手扁周园敌取和周人 对秦人来说 那简直就是手扁了一座天然凉窟 对秦国之后的法战 大下了紧急几处 秦文公在秦国的法战司长 是个贡献很大的国局 他前赌 扩大秦国实际令敌 舍之四官之都 不禁让这个伟大的祖国 名垂势策 因为后世的文克森 草岁的心 把靠司中间都记得下来 要不然我们以后靠司靠啥 这都是个问题 秦文公干的这些事情 对秦国的法战很重要 应该是司机的狂 但是秦文公在位的时候 又件事干的又些残忍 在秦文公积位的第二十年 秦文公为了加强通知 告了个散族连作子法 就是一个人犯了法 他爸他妈他媳妇 三家人一个都不想跑 散族连作子法 法战老子后的奉奸王朝 就成了那个警送的灭族族 虽然有些专家认为 秦文公告的散族连作法 是由东边 其他诸侯国那学来的喊喊毛病 但是以具先有的私聊记载 最早是用散族连作子法的 就是秦文公 所以这种血性残暴的痛之手段 很有可能就是秦文公受创的 这个国的秦文公自己背着 秦文公一共在位50年 活着四天相当长 长到他儿子都没有等到他 爸母爹就提前管解前去世了 秦文公的这个儿子 就是此后被准失的秦经公 秦国在秦文公另当的50年里面 政治紧急准失文化等方面 都有很大的法战 虽然在秦文公四起 秦人自私在管中西部活动 但是以后吃不了个胖子 这到底谁都懂 但在秦文公的呆令子下 秦国相同的法战 要更加积极的融入 种源文明的项目表 已经定了下来 只在后人脚这个项目表给实现了